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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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即將大窩能頭 和之喜恩, 關乎四條人命 道長, 你雖是得道長者 來何當我狀元苦中胡言亂語 李宗盛 居心莫賊 你可知道我心目忘恩, 難容匪狂 如今, 我稱你為一教之長 對你所言所行, 當可妄開一年 望你迷途之法, 好好回去修道 莫再在陳族之中多惹是非 李宗盛 你這個人真是不知好歹 難得我義父助理解釋 你竟然敢 鴨雲已定, 很難化解 唯有盡力以為 你和我既然相見 我都很難迷途之法 我知道我將會永遠 陳族是非之中 這些是我的劫 也是我的劫 多多打擾, 告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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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父 你剛才說 你會陷入陳族是非之中 你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你今天是不是說過 道家要治, 守重自然 既然命運如此, 就由得他 但是… 他竟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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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你到底想怎樣? 你何必要殺過你殺不到的人 更何必要殺過來救你的人 我甚麼事要你救 你又為甚麼要救我? 你的氣息也差 你自己問他 好嗎? 你現在不出車後 並非有大禍的頭 真是天意 我真的想出事 你真的想出事 你來無掌護力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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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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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所料, 果然死了 大人, 兇手是誰, 已經呼之欲出 奈何兵無實正 大人, 屍身之常綁住麻布 手中握住的也是大孝麻布 從剪裁的推斷 應該是頭巾的一個 大人, 這些是死者 在兇手的身上扯下來的 駱大的開封府 大孝又何止張玉琴一人 大人 展護衛 大人 李敏舟一行可有所謂 大人, 根據我調查所得 被殺的行傷的確是江生 他是做香料買賣 河南人跟安息侯同鄉 不止說來 你想必日查出了安息侯的出身 因為安息侯離鄉多年 已經沒甚麼人認識他 幸好我找到江生的家人 根據家人所說 江生不只認識安息侯, 還認識金花 由於江生在敏州和川東的大來往 所以就幫他們倆傳遞書述 而安息侯早年的確是做藥財買賣的生意 由於略董醫理, 所以也權宗隆宗 妻子胡氏曾產下一子叫玉琴 不出所料, 其子三歲的時候腰折 三年後, 胡氏身故 所以安息侯本應無恥 胡氏身故, 黃金的張玉琴是他從金花手中收養的 在妻子身故之後, 他就離開了鄉下 一直都沒有回去 後來在村東開了一間叫和春堂的藥店 他在收養張玉琴之後 張玉琴寫給金花的字帖紙張上 應有和春堂的名號 還有, 當天在靈堂痛苦的那個老人家 他的兒子的確是被安息侯醫理過 而這個老人家回京濟祖之後 一直都沒有回過家 那他回不了去了 難道他遭遇不測? 屍身沉於河底 今天被漁夫罵起了 為了隱瞞自己的身世 竟然濫殺無辜 實在是天理難用 大人, 請盡許屬下捉拿兇頭歸惡 子無謂, 大人苦餘, 還沒有確實的證據 本府豈免旺朝再到村東 早晨當日曾見過張玉琴出入村東的日籍 豈不是大海鬧針嗎? 如果找不到那個證人 或是有證人記憶不深 那麼張玉琴又可以消營犯外呢? 法王恢恢疏如不留 必要時候, 本府就只要用計 而是要他自揭罪行 大人, 看來恐怕不容易 那個張玉琴深鮮如此細緯 他見方標遲遲未被定罪 已有所警停 要他自揭紀罪, 談何容易 只要先識的疑慮就能引他入王爺 如今, 先讓王朝回來 倘若當時查不到實證 本府只有用這個權益之計 公孫先生, 請用茶 麻煩你 鮑大人, 鮑大人 是, 師爺 未知公孫先生深夜到訪 有何要事? 鮑大人在府中設下言言 希望狀元爺過苦一聚 鮑大人何以忽然有此雅興? 鮑大人知道狀元爺 明天就要回鄉守孝 隨即奉天循壽 恐怕相見之奇不多, 所以… 鮑大人錯外, 學生心靈 不過學生有效聚身, 不便酬酌 還望鮑大人見諒 鮑小先生, 何時不可靜言? 鮑大人素起清靜, 少有酬酌 今天的賢者其實是尊為狀元爺而辭 除了送行之外 鮑大人是想向你當面表達協救之意 鮑大人一向對年輕人親緣子侄 體恤有價, 協救之情又從何說起? 這一點, 實不相瞞 金花一案, 鮑大人曾經懷疑過狀元爺 因為風飄說過 金花之子乃是金科狀元 其養父可能是賣藥的行傷 而在安息後的靈童之上 又見到妙手回春的患亂 所以才會有此誤會 鮑大人明察秋毫 不知道過宗兒團是否解決呢? 若是兒團未解 今晚前來的會是展戶為 狀元爺要前去的 將會是開封府公堂 面對的是雜刀刑將 鮑大人又怎會徹下言宴 邀請狀元爺過苦一聚呢? 那鮑大人又如何適宜呢? 展戶為到過河南一堂 雖然安息後離鄉多年 向眾武人知其抵慧 幸好展戶為尋得胡策鄉祭 張玉涵這個名字 早已寄於胡策之中 而且出生年如日亦有記載 由此賴上繳京城的胡祭 還未能作盡 因為中間劃經其他人手 不過被改動過亦不足為拳 我想展戶為所找的應該是狗賊 法王的紙上有變色的墨寺 上面寫著張玉涵生於何時何地 父親母親的名字未曾更改 此賴鐵證 可知張玉涵確確實是 乾蜥喉的親生兒子 又怎會是托養他人的金花之子 就憑這一點, 其他的一切不必細賊 就不攻自破了 既然包大人已經查明真相 學生亦敢安然 但圍觀斷案對任何疑點當仔細退後 大人追查亦是理所當然 大人又何用耿耿於懷呢 很簡單, 因為包大人對於狀元爺一直看重 大人的錯愛, 學生愧不感動 雖然如今已經水落石出 但是包大人畢竟曾經懷疑過狀元爺 所以深感挾救, 心中難安 如今能令大人釋懷的 就只有狀元爺 那… 怎麼樣, 難道狀元爺對包大人 調查你身世一時 亦敢生心疑他 學生並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學生明日就要回鄉 還有很多瑣碎事情需要打點 狀元爺, 打點的事大可以交給下人 若大人識別, 就只在今晚 如果狀元爺今晚真的不賞臉 包大人一定以為 狀元爺仍然怪罪於他 展回為容劃覺得狀元爺不夠亮度 將來在金殿相見 竟國懷心見也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狀元爺可以跟在下走一趟 包大人一定會歉勾全事 開封府上下 對狀元爺也會另眼相看 而且朝中文部得知此時 也一定會重賺狀元爺的德高良 這樣豈不是化壞事為美事嗎 公孫先生, 為包大人 已經說了不少好話了 其實滿朝文沒有對我怎樣 我也不放在心中 只是包大人, 他是我恩師 我又喜好為難於他 公孫先生, 等我進入內堂 戀上衣服, 我就和你走一趟 俊爺, 請 張學士 大人專情相邀 學生實在愧不敢當 好, 各位, 你好 莊元爺, 大人還怕請你不到 難得大人請客 學生又怎可以不賞臉 來, 坐 明日即將起程 有很多事需要料理 正如公孫先生所說 料理之事可交由下人處理 但與大人識辯, 就紫在今晚 是紫在今晚 張學士 有關於金花一案 公孫先生想要告訴你 學生已經知道了 你不會責怪本府 大人又何出此言 既有懷疑, 定當查究 將來學生奉天巡授 定當以大人作榜樣 不律任何人, 身當何貞 只要他和案件有關 定不信事, 徹查到底 說得好 你不但精通文財武量 而且行事公正得體 本府怎會懷疑你 奈何證人公辭針對學生 大人懷疑, 亦帶有其道理 大人不容解懷 若你那時候金花之子 為了掩藏身分, 殺入親生之母 你猜本府會怎麼樣? 開封府襲刀下定無往事之鬼 倘若學生真是做出如此不孝之事 大人襲刀下又豈能容情 是不能容情 然而本府再襲你之事 你會痛心質疹 張學士, 當日本府懷疑於你 使人調查你身世之事 只希望調查出來的與你無懷 因為你乃是這百年之中 難得一見的人才 幸好大人查明真相 否則學生就行不禁莫白 對了, 大人 不知道金花一案 大人有沒有甚麼頭緒 本府原來懷疑那些方標並不是兇手 然而有些事始終想不通 就是那一品夫人服飾 分明是方標所做 但又怎會穿在死的金花身水 大人 當日學生不是曾經推斷 方標是利用金花益子之情 楊青金花之子已經高中作語 並且以一品夫人服引他上當 及後帶到無人地方通下殺手 不知道個中推論 大人認為是否合理 張學士所言, 何時不無道理 願意讓方標不道周禮 大人, 倘若方標其實是懂得周禮 但他又是在公堂之上故意莊無作弱 以擾亂大人耳目 這樣不是就可以解釋一切嗎? 大人, 你又何必擔心呢? 王朝已經從村東帶著證人回來 楊青, 王朝已經回來了嗎? 這件事連公孫先生也不知道 其實是這樣的 公孫先生過父請狀元爺的時候 剛好王朝帶證人回來 包大人怕王朝辛苦 所以叫他稍作休息而已 本府實在不願相信 你與此案有關 所以就命展護衛前往調查的新世之同事 也請過往前往村東 看案發當日 是不是有人見到金花 與兇手一同上山? 既然此人已經找到 此案順跡可扮 只是不知道這個人 認出的兇手是甚麼樣子 到底是否方標? 人證雖然是有, 只可惜… 大人, 可惜甚麼呢? 可惜那皇朝帶回來的是泰族人 而我們開封府中 沒有人能聽一懂他的謊言 因此就算有人證也是謊言 大人無須擔心 只要一天有證人在這裡 兇手斷不能逍遙法外 學生就不相信 開封府城中 沒有人能聽一懂太語 其實在朝廷之中 也有很多像安息侯一樣 派去村東精通太語 只要找到他們充當刑官 此案豈不是可以水落石出嗎? 大人, 難道你忘記了 學生也懂得太語? 本庫當然知道 然而你如今大孝在身 皇上就准你暫臉功績 戶而香手疏, 本庫又是喜英勒 我們身受朝廷俸錄 當以百姓為重 又怎可以恩師亡功? 此案一日明明 難兇我大宋刑法章典 大人, 不如就讓學生助理一臂之力 充當開封府的刑官 然而你明日就要起程 大人, 以學生如見 這個兇手很可能就是方標 只要那個證人 能夠在公堂之上認出方標 此案順跡可扮, 躺藥不留 就要看這案子 到底有沒有需要用得著學生的地方 到時候學生再作打算 好, 難得你肯做本庫一臂之力 為了早日破案 讓你明日能夠起程 本庫馬上升台 我死定了 文字幕作為了解 瀋子 我老實說 我自己在城 他在城 那裡 我 nac是在城 海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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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環, 封鞭 弟弟 皇爹有關金花秘殺的案件 他會找到人籍 究竟是否真兇還是虛枉 金爺自可定斷 實在太好了 請包大人為小人作主 是人, 大人籍 將惡事去村東報徽而渡 此人名叫伯龍 你叫他不要驚慌 會否要慢慢問他, 是大人 伯龍, 你別害怕 達人問你的話, 你從事作罷 小人知道 知道 你叫他, 將當日所見 日一到來 伯龍 你說你曾在傳統珍珠壇下 見過一堆韓座男女 你到底看到什麼 小人 在那天看到 他們上山去 男的就年輕 女的就年紀大 兩個人拿著手 有所有小 就像母子一樣 大人 他說他所見過那對男女 男的年紀較輕 女的年紀較大 以人一直調笑 關係狀實不可悟 他們私有打扮 他們打扮怎麼樣 和一般人一樣 手裡拿著小行囊 好想去交友 所以小的就沒留意 你男的像存傅打扮 但是說起話你像讀書人 大人 他說男女二人皆打扮平常 男的較為粗言 只是個市井之徒 市井之徒? 包大人 世間上市井之徒甚多 都不能夠一口咬定就是我 張學士 你叫你本龍抬起頭來 和當日所有的男子 可善方標 你身旁的男子 是否就是當日所見 請你看清楚 你當日見過那個不是我 是嗎? 他不太想 他就是方標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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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沒有去過甚麼珍珠潭 你認錯人了… 大膽招勻 共同之上 豈容你方氏 他這件事幹甚麼? 你叫他再仔細看一看 到底是否方標 不可能 火龍 你要看清楚 其實我也不記得了 實在不想他 大人 火龍認得之人 確是方標 冤枉啊大人 冤枉啊 冤枉啊 冤枉啊大人 冤枉啊大人 你讓人份張若霞拿下 請問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以為我開封古蹤 當真是無能知悔 會讓真兇燒爛法外不成 那皇朝心想沿江太遠 但色彩所言就是官府所教 如你所言出入甚大 你為何一定要指正方標 顯而易見 你就是金花之子 真龍就是你 大人 即使我將太陽錯刑 也不能妄斷我就是兇手 妄斷? 官府沒有十足把握 又豈會輕易論斷 你且聽官府道來 大人 安息侯張天成本是你的養父 大人 安息侯是我生 又何來養父之名了 那張天成之子張玉譚 三歲時喪命 之後他便離鄉在外 路過敏州修養於你 以後取名玉譚 子欣當時並沒有根改護賊 所以護賊之上 仍有張玉譚之名 即使如此 你只能證明我並非張天成的親生子 但是你又有甚麼證據 證明我是金花之子 這些只是大人的憑空益測 並無實證 雖無物證, 卻有人證 但張天成的同鄉江生 一直是金花與你大信 但江生之妻對此事亦有所知 同時他對張天成的過往 亦知道清楚 他雖然殺死了江生滅口 但其妻正在開封古蹟 你可要請他出來 為你當面對真 不變 一戒村康山見也沒見過 子彭虎將何以與我對真 自成我是誰的兒子 那金花之子 曾託養給一個邁藥行相 而張天成本就是一個邁藥行相 他就劍為郎中 但為哭倒令前的老人家之子 就曾被他醫過, 肯以生還 而今他在開封古蹟 豈可有膽與他對真 大人, 白子做祖 只能證明現在付出當官之前 曾師行相, 做過醫師 張天成的白子師行相 在修養之後, 在村東開了一間藥店 形成為和春堂 連金花之子彭虎 再寄給金花之貼紙張之上 就有和春堂的名號 就算是這樣 即使證明我是金花之子 又如何證明我是殺人兇手 古蹟師, 古蹟師多金 你應無啟舊之意 本本雖然是釋財 可是有才之人一旦為悲作大 就被班公走出又為陰毒 你以為老人家的私心 已經挑出害風, 葬身如福不成 但是國老人家雖然喪命 但是手中仍緊握住你 大孝麻布頭巾一角 大人, 一向都仰望你斷安如神 但是想不到如今 你竟然在大孝麻布頭巾作為殺人 何以早到京城之中 大孝的又何以為張若涵的人 今總共一精不正 都可以證明你是金花之子 但金花與你相聚, 一去不回 知你身世的, 一一被殺 食材是公道之上 你又故意將皇朝太與初映 歷政, 方都要賽事兇手 凡此種種, 你這麼說 你們全無關係 就是和我無關係 就算知道我身世的人 全都死於非命 這個可能只是巧合, 大人 這件上巧合之事實在太多了 張若涵, 皇朝在村東 確實找到證人 證實你曾與金花一起上山 就算真的有這位證人 可能已經認不出學生了 那公主, 你又何必叫皇朝 假扮職人, 你引我入宮 當日會否審問方便 又方便死不認罪 你曾經對本府演道 罪證俱在 而刁民恥厚歸應, 理當容刑 如今, 你該知道 本會意欲欲何 包弟, 我乃天天門神 當今的民老座 官列如同, 有皇上遇刺的官袍和金官 可不同一般刁民讓你虎打成招 張學士, 當遠夜 如今, 你愚賜官奉何在 頂上金官, 賀翠盯 我沒想到你引演為 引我入宮, 陷害於我 開封庫容的, 原來也是下三樓的詭計 本府在教你端安之道 對於吵詐之徒 自當以棄刃之道 患至棄刃之身 再者, 本府一向冤岸 寵無輕易用刑 更煌云苦打成招 然而他們這種不忠不孝 不仁不義之徒 本府他要你不得展虎為 要你不得展虎為 我們都走得這麼遠,他們追不來 你不如放下我吧 你帶著我走有甚麼用 一個人走,怎麼比兩個人走容易 你說得沒錯 你想怎麼樣? 你別亂來,你殺了這麼多人 你不怕將來投胎做不到人嗎? 我只是一個小腳色 你殺不殺我,沒甚麼損失 沒錯,的確沒甚麼損失 但世上沒有你這個混蛋 又有甚麼損失? 畢竟我也是 你娘的乾兒子 也可以說是一場兄弟,我屁 你配做我兄弟嗎? 我偷偷告訴你們 我雖然殺了不少無辜的人 但我心裡總是覺得笨蛋 覺得慚愧,覺得內疚 都會跟他們說一聲對不起 對不起,但是你… 你我認為最該殺的人 你還說是我娘的乾兒子,你配 貴奴賣傑,逼娘為槍 你簡直是職血鬼 難道你們做貴奴的就不是放空 世上神是乃有造兒子的 덕娘欽針引誓 是她穩一拿 委置名節,殘鬼身子 кив危,他們不是要塞鎖 你們從這裡白頭 他哪想公ars 哪有天呢,幫我為你 直接把我們做貴奴賓 你怎麼搞的? 施主,何時夜闖無尚觀? 部長,我來找你教主 你找我們教主有甚麼事? 張華,跟我回去見包大人 你先進去 張華 站在這裡,你究竟是誰? 竟然夜闖無尚觀? 開封府展昭 原來你就是人稱南俠展昭的展大人 失覺了 客氣 不過我們無尚觀是不能被人亂闖的 姑娘,我奉了包大人之命 中牙殺人兇犯張玉華 請姑娘不要阻攔 殺人兇徒? 甚麼殺人兇徒? 我只知道我們無尚觀 是先帝入道之所 陳仇先帝所封,誰都不可以冒犯 你是朝廷名官 你沒可能不懂得這些法道規矩 既然姑娘不知道法道規矩 也應該知道各有各法 殺人者是應該受刑律處置 這個人牽連多條人命 無尚觀包庇於他 是不壞了無尚觀的清語 值得嗎? 據我所知 這個人是金科文武在 我從來沒聽過他是甚麼殺人犯 我敢問大人一句 開封府是不是已經將他定罪呢? 既無定罪,又何來有殺人犯之名 又怎會壞了我們無尚觀的清語呢? 但是如果展大人 你一定要硬採無尚觀 那到時候動起舞上來 涉足了我們先帝清修之地 恐怕這個責任 展大人也擔當不起舞 展大人,你還是請回靶吧 好,既然如此,展某告退 我知道你遲早會來 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何至於是? 你既然甚麼都知道 為甚麼又要問我何至於是? 你放心,既然你來到我這裡 我一定保住你的安全 我明白 你不用命 我一定盡力救你 我從來都不受人恩惠 是嗎? 你從小時候被人養獄成人 難道這些不是受人恩惠? 是嗎? 你是甚麼人? 關於我身世 你到底又知道有多少 你怎樣令我得罪開封府的人 都要救我 你不要這樣,我是不會留下來 你不要打算對我有甚麼企圖 我連死都不會受人擺佈 你站住 我義父會有甚麼企圖 你以為你是甚麼人 你只是一個走投無路的殺人犯 你… 義父,開封府的人追上來 如果他真的做錯事 我們無相冠又怎麼可以包給他呢 是我有負於他 這筆債我一定要還 是嗎? 你在這裡說甚麼? 本來我就替你素妹平生 你又何來有負於我 我不,你救我 就等於跟開封府為敵 說不定就等於跟朝廷為敵 即使是子親也不會這麼做 你錯了,如果是子親 就一定不會這麼做 我的確是你的子親 所以,如果沒有我 就根本沒有你 你在這裡說甚麼? 因為我就是你爹 不可能,不會的 你若親是文修的官場 三分年前我出去… 你閉嘴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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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是張天成 你這麼老師父 根本沒可能 沒可能有你這個爹 我爹是張天成 我爹是誰? 你怎麼爹是誰? 我爹是天子門神 是張貌兩句的民謀造言 我爹是文景兒 我封口拜託 我根本沒可能 我爹是一個做妓女的男人 做道士的爹 你就是不想讓人知道 你有一個做妓女的男人 所以你就把親生的女人殺死了 是不是? 是 我爹是德道高人 合之一算 不是甚麼都知道 你還沒問我 你當時甚麼都知道 你不應該知道 我小時候是究竟甚麼知道 你不應該知道 你不應該知道 我小時候為了一條妓女 你挑剋棄樓 要我叫他們做爹 你更應該知道 我跟娘分別 冒節分架的時候 是多麼傷心難過 你更應該知道 我小時候做人白眼 你不是說做野種嗎? 我小時候要出人頭地的滋味 你說不出了嗎? 你說娘 天生是一個可憐女子 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回去看過她一眼? 我自己得到 那為甚麼你還要去妓院? 一二分 生下我這個不仁不孝的業種 你受罪 我自己也想去妓院 我自己也想去妓院 你竟然說要救我 我自己也想去妓院 你有沒有交養過我 就看我未知知英清高 他為人父 他為人教之長 你實在是 你跪為一個人 你不肯回家 你不肯回家 你出去守住 開封府的人快要救我 你去哪兒? 開封府的虎頭就已經在等我 即使死都不寧願留在這兒狗下 不准走 你… 是嗎? 是 我一生死與你無關 不行,你始終是我的陣子 如果想用我的命,你屬你一生的罪 你今天既然來到我這裡 真是證明你不想死 現在沒人可以救你 天下自大,已經沒有你容身之所 救了你,只有我,只有你肯入刀 要我入刀,沒有這個福分 我告訴你,你要替我算贓的機會 還有大白 但是這是我們父子之間的事 開封苦人不能理會 到時你可以不認我 你也可以殺了我 但是如果你跟他們去 你得死路一條 如果你肯入刀,你總算有個耳龜 也許你可以記載我的舊主之位 要不要隨便你 但是如果你對你的陽親 還要有一點悔意 但是他在九泉之下 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兒子 死於刺刀之下 是… 大人,據學生所知 無相冠確曾受先帝所封 如致神道聖教的這個教名 的確不便硬闖 大人,兵棍神蹤,此則有辯 展戶是依然之有利 王朝馬漢,張勇召呼 追 有請雙方寶劍 是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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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